音樂是無分各界的共通語言 隨著不同的音樂節奏 會牽動你不同的感覺 當你進入音樂小站的時候 請你放鬆心情 盡情享受音樂 每逢星期二 節目主持子欣 會在音樂小站節目裡面 為你準備好豐富的音樂呈現 記得來慢慢品嘗 www.oneclicksoeasy.com one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一個百分之百關於汽車的節目 Regina和Todd 論盡車談 無車不歡 車書頻道 車書頻道是由加拿大唯一內容主導中文汽車雜誌 車書雜誌 加拿大唯一內容主導 車書雜誌加拿大唯一內容主導 是加拿大出版了十年的汽車商月刊 每期有實地試車、改裝訊息、專題特色等內容 大量獨家報道包括人物專訪及車壇內幕等 亦是加拿大唯一中文傳媒經常被不同汽車品牌邀請往北美及海外試車 參觀生產線及出席車展 將第一手資料帶給加拿大的讀者 車書雜誌 逢單月20號出版 是溫哥華有超過200個派發地點 你亦可以到facebook.com slash auto nerve 下載電子版 車書雜誌 一本在加拿大生活不可話缺的駕駛生活雜誌 各位聽眾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聽車書頻道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Regina 陳惠心 在我身邊有我的好拍檔Tot Hello 何先生 Hello 各位聽眾好 今天我們繼續討論L.A Auto Show 來到今天L.A Auto Show 已經差不多了 尾聲 上星期我們提及了Part 1 依然今年有太多新型號 很多概念設計 有很多未來18個月推出的新車 簡直是百花齊放和木不霞級 上星期我記得我們提及過很多 來自我們比較熟悉的和喜歡的 亞洲區域的日本和韓國的汽車品牌 其實還未講完 今天繼續跟大家講講 究竟我們上星期沒有涉及到日本的汽車品牌 而其實他們也有一些新產品 即將在市面上出現 我知道很多喜歡開跑車的人 或喜歡看拉力賽的朋友 對於這個品牌都是特別熟悉 說的是日本富士汽車 就是SUBARU這品牌 SUBARU 去年可以說氣勢如紅 出了一個跟TOYOTA 合作的BRZ 跑車 就是他們多年以來第一次用列後輪推動的設計型號推出 大家千萬不要忘記 其實SUBARU依然以全輪驅動系統為主打 這次在LA Auto Show 中 他們慎而重新將品牌的核心價值帶回來 將會推出全新一代 第四代的SUBARU Forrester 這次有新的ENGINE 對 其實這架ENGINE 都可以說是相當期待 其實開啡支持者剛才說過 為何BRZ 跑車 為何沒有TURBO 原來好戲在後頭 由這副2.0 BOXA 的水平對峙引擎 還有是DIRECT VIEW INJECTION 的TURBO引擎 原來會在下一代 即是明年推出的SUBARU Forrester身上會出現 馬力方面是250匹 扭力方面是258磅 記得上一代的SUBARU Forrester 其實過去的三代都買得相當好 它也可以說是Cross Over 越界車的始祖之一 自從有TURBO 之後就買得很好 對 它一向有2.5的四氣缸 亦有2.5的TURBO 亦買得相當好 以及它的用途十分廣泛 今次在新一代身上 竟然將它們的秘密武器變成2.0 即是引擎的容積小了一點 可以省有一點 但竟然是用TURBO Charge 的引擎 第四代SUBARU Forrester 可以預測到它繼續受北美市場的歡迎 至於波箱方面 如果你喜歡拿力賽或操控感覺的人 當然希望可以拿到棍波 今次下一代的SUBARU Forrester 沒有令我們失望 繼續有6速棍波的選擇 不過在TURBO 身上 反而有更多的驚喜 因為可以選擇8前速手動波 或者6前速無段變速CVT 看怕SUBARU跟TURYOTA的合作 在跑車身上都未用盡全滴 反而將這些好的項目留給自己的車用 其實非常興奮 也很拭目期待SUBARU Forrester下一代降臨 說完SUBARU Forrester之後 在LA Auto Show 亦有另一個牌子 也屬於亞洲的牌子 我們還未說的 就是Nissan Infinity Nissan 我覺得它真的很厲害 它在越界車及越野車方面 基本上沒有虛位可以讓對手乘虛而入 它由最基本的小小的JUKE 1.6的TURBO 到有Nissan ROW 然後有MORANO 再上一些真的有Off-road Capability 包括有AXTERRA 有PATHRINDER 又有AMADA 基本上在六個系列 任何尺碼也有 任何尺碼 一定有一款適合越野或越界之用 今次在LA Auto Show 還未罷休 繼續來到一款Cross Over 這部Cross Over 暫時來說是一個概念設計 叫做High Cross High Cross 基本上 看它的外形設計 再看它的整體配合 極有機會 很快地成為一個頭產型號 而這部High Cross Concept 究竟跟其他六部 現在市場上賣的越界車 越野車有甚麼不同 原來它會將它打造成一個 Hybrid 混合電動和電油的雙動能設計 當然亦會配備日產最擅長做的 CVT 無段變速波箱 當然亦會有前輪和四輪驅動 一聽它的配合 都會發現 挺適合北美市場 不單止這樣 它還可以坐七個人 現在在Morano或Rose身上 都是五座位中小型的Cross Over High Cross 不需要去到Amada Pathwinder 都可以坐七個人 看來它又有少許中間的瓦礫 都填滿了 真厲害了 阿托 你想繼續下來說 LA Auto Show 的歐洲車 還是美國車 不如說美國車吧 美國車方面發現在三大品牌中 永遠最激烈的都是橢圓形藍色標籤的品牌 說的是福特 福特 我之前試過一輛商用車時 Thor 都看過我們考慮過 做小生意這輛車都挺好用 說的是 Transit Connect 這輛商用 類似的貨車 這次Ford 更加厲害了 他知道只靠商用市場 Fleet Market 可能不會太普及化 不如將這輛車 改為一個Wagon 推出 嗯 那個個都可以使用 對 而且數量亦會買得更多 而這個Ford Transit Connect Wagon 原來亦可以有三排座椅 是可以容納到七個人 當然如果家裏不需要坐七個人 他亦有五人的版本 是可以提供的 而車身外形方面 我覺得他有點像我們經常說的麵包車 其實麵包車在市場已經吃味 可以說是Ford 車來得太遲了 來遲了至少十年 這麼厲害 遲了這麼多 你想想 現在根本上沒有人會再賣 你的GM 已經將這個市場放棄了 是 GM 已經不再有所謂minivan 雖然他這輛車的configuration都不錯 有兩副不同的選擇 有2.5公升 四季缸 或者1.6 Echoboost 但我看到這輛車始終 是用回原本已經在賣的車殼 看來市場是很客達 還有很多消費者都覺得 這輛車已經在商業用途中用得濫 我開著這輛車也是這個款式 會不會被人誤會以為我正在開工 這輛送貨 已經送貨了嗎 老闆 好像不是太好 這輛車有沒有市場 大家都在選擇 不過Ford 意志堅定地 會在2013年的秋季推出這輛麵包貨車 勇氣可嘉 對 勇氣可嘉 另外說到麵包車 其實我們也要談談另外一個品牌 當然是歐洲品牌 Toc 現在來自mini 在全球各地都有很多朋友 喜歡這輛車的品牌 對 很多朋友都賣了這輛車 由張柏芝 去到一些不知名的消費者 都有這輛mini 我們知道mini很喜歡用很多很有趣的名字 有Clubman Countryman 現在即將推出的會有Pacement 全部都是classic的名字 最近在LA Auto Show 上展示了一輛車 這個名字我聽過也未聽過 你又知道是甚麼型號嗎 真的不知道 這輛汽車型號的名字是Club Van 將man變成van 如何將男人變成貨車 其實我也很有興趣知道 這兩件好像沒有甚麼關係 其實是有的人車合一 Club Van 原來將他們原先推出了好一段時間的Clubman 改成了商業用途 我真的發現有人留夜趕科場 有人又要回故鄉 剛才我們剛才說過 Ford Transit Connect的Wagen 即是來得遲了 將商業用的車 去到民用或汽車消費者身上 想推出這輛車 但這輛mini Club Van 剛才調轉了 已經有很多人認識這個牌子 喜歡這個牌子 反而他們想在開拓 他們在商業用途方面的生意 Club Van 方面 在車廂進行不同的設計 車尾箱的擺放貨物空間 有差不多860L 至於車門後 亦保留Club Van 向外對開式的打開 這件事其實挺貨車的感覺 我想像是棺材車 對 棺材車亦是用這種方法打開 我不知道中國或亞裔的商人 會否以這個打開的尾門方式 而對這輛mini Club Van 抗拒 當然這輛Club Van 適合小型商業用途 因為我們收到傳媒照片時 他發現他告訴人可以用狗隻的生意 例如做Grooming 幫助寵物 可以做收拾 夾物 剪毛的工作 駕駛這些尺寸和有趣的設計型號 都很適合你的生意 送麵包也可以 送麵包也可以 送豆腐 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那就是要另外一個牌子才行 這輛mini Club Van 如果你正在開小生意店 你很想有一輛有趣的車 可以配合日常的工作 或是做生意所需 很快 3月你就可以在北美市場 買到這輛由Clubman 轉成Clubvan的型號 你現在聽的是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來 乾杯 走逢知己千杯小 在派對和朋友開心對飲 的確是一件樂事 呃 走啦 拜拜 但是走後駕駛 你不僅會破壞自己的前途 你還有可能會對無辜的人 以及他的家人 造成無可挽救的傷害 尊重生命 為己為人 切勿走後駕駛 以上是1clickradio 帶給大家的訊息 試車報告 Bujana 今個星期和她試駕甚麼車 今個星期試駕駛這輛車 其實真的很特別 因為我試過駕駕駛這輛車 接我的朋友 第一眼看到我時 她就說 你駕駛了這輛甚麼牌子的車 或者你駕駛了甚麼型號的車 或者是駕駛了甚麼顏色的車 她第一句回答我 咦?你今個星期駕駛了Edward的車 我就想一想 咦?我沒有偷別人的車 為甚麼是Edward的車 不是Regina的車 原來這輛系列 是剛剛過了一點 如果你是小了十年八載的 有看Twilight Saga 你就知道裡面 就是有殭屍再加人狼 很有趣 這兩個男主角 當然是有不同的團隊 而他們分別駕駛不同的歐洲車 而今個星期要介紹的這輛新車 剛好就是這輛殭屍 Edward所駕駛的Volvo XC60 而不是Jacob駕駛的Volkswagen Volvo在香港台灣的譯名叫富豪 在大陸是叫玉耳玉 其實這輛車在我們這個世代來說 都很多人擁有過 我記得我生在亞洲地區的國家時 家裡也有一輛240GL 還有一輛很漂亮的天空粉藍色 當年是最安全的汽車 而且覺得外形只是一個雪櫃 今時今日 其實Volvo在外形設計上 都有很大的改進 首先那種四平八穩的設計 已經拿走了 雖然是沿用粗獷線條的設計 但加入了很多市場的感覺 就算這次我們要介紹這輛XC60 它也是在粗獷的外形當中 看見它依然是很硬 很穩固、很穩固、很穩固 這輛Edward的殭屍所駕駛的XC60 有什麼特別呢? 坦白跟大家說 我有一段時間沒有試過Volvo的型號 最主要是他們在早前 由隨典汽車變成大陸汽車收購了 有一段時間沒有特別的消息 亦沒有新型號出現 而這次試駕駛這輛車 其實並不是特別新型號 XC60 但它算是高級性能版本的R設計設計 剛才說過外形方面 其實它可以說是追得上潮流 外觀上沒有老土的感覺 或是像雪櫃的設計 但我個人認為 我跟它有時辰八字不甲 我會先檢查我自己的弱點 第一,可能是四肢短小 坐上這輛車的時候 登入車廂的時候 我覺得是有點吃力 吃力之餘 它的設計令我在冬天雨水多的時候 很容易淨濕三婦鞋襪 它的設計是不夠溫柔 而且不夠體貼 入到車廂的時候 發現它所有配備 都是非常硬橋、硬碼的 我不知道Tot對於車廂的設計 你自己是比較喜歡 現在很流行的Soft Touch 還是你喜歡的裝嵌 是屬於比較硬的感覺 其實車廂的設計 就像這件衣服一樣 如果你坐下去覺得不舒服 其實已經扣了很多分數 我想我知道我剛才說 跟它的時辰八字不甲 因為我的身形是比較普遍 亞洲女性的身形 腳不夠長 身又不夠高 所以我在調校駕駛位置的時候 就是調校不到一個適合我自己的位置 調校來調校都調校不到 其實就與Vovo 相關我個人的問題 因為我試過駕駛很多車 有試過一些很貴價的 寶馬 甚至乎是平治那類型 我都試過調校不到適合我自己的位置 但因為我是一個很著緊 駕駛的 我叫做完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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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調校不到適合我自己的位置 我覺得自己不論在接觸 軚盤或踏腳踏的方面 是否是一個完美的 或是看完美的 其實我已經對它沒有好感 所以整個星期試駕駛下來 我對它的態度也不太良好 我覺得它是很粗心 但其實它不是的 之後它有很多溫柔的設計 溫柔得正 我稍稍稍會跟大家說 總之在車廂內 所有的東西都覺得它很硬 很膠 令到我有一點點無所識從 將椅我反而覺得它不夠硬 陰硬的地方沒有硬 所以令到我無所識從 我如何將就或配合你 幸好我不想和你對一輩子 這也是一件好事 做完美的 做完美的 肯定就是 Not my cup of car 不知大家有沒有接觸過Vovo 最近期 它有一個很有趣的設計 中央控制台中間的位置 不論是操控冷戀器或音響 它做到一個設計 就像一個隙間控制 一個人的形狀 感覺上好像很容易可以調教 但因為所有其他汽車 都不是這個邏輯去設計 你要去認識它自己獨有的設計 思想邏輯的時候 非常有困難 這就是我第二點 覺得跟你相處 我要加配耐性和溫柔去瞭解你 因為工作時太忙碌 有一點沒有這個耐性 去處理它 那副引擎呢? 副引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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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 它是一個三公升的引擎 直列六器官特質 不是V6 亦是一個Turbo charge引擎 有的 力度來得相當不錯 馬力方面 就是325匹 而扭力有354磅 但是這個世界不是大力就大了 你大力都大了 你需要用力嗎?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地方 我覺得起步時是有些急速的 即它的Turbo是有些急速的 亦有少許所謂Turbo lag 你需要等一等一秒半秒 它的力度才可以溶到出來 我需要在駕駛的時候 要調節我自己的駕駛技巧 然後去遷就這輛車的力度的輸出 我又覺得對著它有少許吃力 另一方面 剛才說過它也有溫柔的一部分 就是發現它有很多Nanny System 什麼叫Nanny System 它有Lane Departure Warning 然後你跟前面的車距離太近的時候 它就會不停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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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平靜得多 最主要是我喜歡駕駛的人 我覺得自己的駕駛技術是可以的 如果我要轉彎 我會肩膀檢查 我不需要這個系統幫助我 提醒我 反而更加令我覺得很煩厭 我發現人就是這樣 剛才有些東西嫌他太硬繃繃 對他這麼溫柔 對你幫助左邊、右邊的車 再跟你安排前面的距離有多遠 然後你現在又嫌去煩 他已經說了 不是Volvo XC60這個R設計的錯 純粹是我Regina覺得 這輛車與時辰八字不合 不過另外我看回它的售價 和現在市面上所有的競爭對手 我覺得這個型號 想找它的存在價值 還要走一段路 因為無論在名號上的豪華 駕豪華車第一時間 當然不會想起這個牌子 雖然它叫富豪 但你未必第一時間會想起它 第二 你去到要買豪華的Crossover的時候 你第一個 亦未必會想起它 再加上想買一些比較便宜的Crossover的時候 你亦未必第一時間會想起它 在這三重打擊下 我想它亦需要不論是廠房本身 或設計師本身 也需要重新思考一下 這個型號 這個名字和這個設計 究竟它們前方的方向應該如何改變 如何更加迎合現代人 對於這種豪華Crossover的需要 它們有很多思考需要做 簡單來說 是否性格不合呢 性格不合 如果你問我給它多少分 以一部汽車來說 它是絕對合格的 我會給它五分 最主要的是 坐在它的車室內 你依然覺得它是真正的男人 因為你覺得它是安全的 每個星期 我會為你帶來樂壇熱播新歌 每個星期 我會為你詳盡分析介紹一張近期推出的新碟 我就是音樂達人 肥龍 一CLICK RADIO 逢星期六 我肥龍都會和你一起進入 極樂堂這一小時的音樂陣地 www.一CLICKSOEASY.COM 一CLICK RADIO 只與一CLICK 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頭文字 車 好了 歡迎大家繼續來到我們頭文字四這個環節 今天說的是什麼 今天說的是四字 單一說的是字 這個四字都很邪門 很多人不喜歡 挺邪門 我想中國人 日本人 雅裔人 都對於四字比較抗拒 我想問你自己是否一個迷信的人 你看到四字你會怎樣處理 我不相信 不過看到四字好像是四樓 我想我不太喜歡 覺得不太舒服 我想我也有一個情況 很多時候我們出去試車都要住酒店 很多時候去到歐洲或北美洲 他們通常對四字沒有特別的敏感 不像在亞洲 所以我試過住1024 401 或者204 亦都住過444 當然如果是比我2046 我不介意住 不過444 感覺不太好 感覺不太舒服 但很多時候 剛才和阿托在咪後聊天時 都發現 由於中國市場越來越大 很多時候 汽車品牌 在改名的時候 都會特別忌忌 一些我們不喜歡的字 反而會專注於2、8、3 那類的改名 剛才阿托提及過 其中有個歐洲汽車品牌 甚至乎是因為這個原因改名 20多年前 阿托在Rumano曾經出過一部車 叫164 但亞洲推出的時候 是168 真厲害 真聰明 懂得就著市場 一個名字 最重要買到車 我覺得買車 尤其是今時今日的社會經濟大氣候下 你想開車 想做有車階級 純粹為了 你希望感覺良好 有車是一件好事 身份的象徵 如果一部車的名號也好 名字也好 令你特別舒服 你亦會很安心買它 我們知道 在全球各地 寶馬最好賣的車系 就是一個三系 三系方面 有很多選擇 在歐洲或不同市場 有濃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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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四門 有兩門 也有高性能版本 也有開篷 也有開篷 計算是兩隻手 基本上可以有的 混合和配合的 所謂的Trim Level 在全球來說 都算不上 可能因為實際太多 太多不同的配備 於是乎 寶馬在今週中 宣布了 他們有一個新概念 這個概念 就是 會在他們的汽車系列中 計算三、五、七、八 之後 每一個 一之後 都要六 還有六 避無可避 這個號碼 遲早都要出現 雙數單數都出現 出現了 就是這個四系 沒錯 上週 昨晚BMW在LA Auto Show 沒有公佈 也沒有推出 這個設計的汽車 但在剛剛 LA Auto Show 完結前的三天 他們就在 官方傳媒網站上 公開了 他們即將會推出 這個四系的兩門汽車 其實我覺得 它也是合理的 因為我們知道 五系推出之後 就有六系 六系就是兩門的設計 所以現在兩門 無緣無故 有一個Grand Coupe 都是變成四門 有一點混淆之外 如果是把所有單數 都是四門房車的話 所有的雙數 應該是兩門的型號設計 而這個概念中的 四系 其實是三系的分支 雖然車架底盤 都是一樣 但專注在兩門 和開篷的設計 所以推出的入期 暫時還沒有 有一點關於 BMW Concept 4 Series 的Coupe 是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車身方面 比現在原有的三系 是會長一點 車身方面 亦會低了一點 最主要是 保瑪想他日 真的有機會推出 這個四系 在外形上 很快便可以分得出 這件是三系 這件是四系 正如現在 大家沒有人會把 五系和六系混亂 所以這是有想過很深遠的設計 但剛才也提及過 基本上 避無可避 要用四這個新系列 托克你覺得 這個四字 會否影響到 他們未來的銷售 其實車廠很奇怪 賣到車的什麼名字 都不重要 不過四是 我覺得在中國市場 已經很難很難買 我記得很多時候 曾經一些豪華車身上 都出現的四字 例如 在幾年前 還會有 Mercedes-Benz 有430 後來慢慢變成 變成500 後來又變成500 後來又變成500 想將四字 總之可以避開的 盡量避開 但今次 保瑪打正旗號 將一架全新系列的四系 拿出來市場 其實我也很拭目以待 究竟你會愛一個保瑪的兩門跑車 去到一個你不介意它叫什麼名字 還是因為你也很喜歡保瑪的車 但因為它是四系 你又會對它零眼相看 或者對它無動於衷 這件事大家都不知道 剛才我們開咪前 監製哥哥也說了一件很特別的事 他說不怕生壞名 最怕改壞名 但當然現在BMW Concept 4 Series Coupe 都依然在這個時間來說 還是一個所謂的概念 還有一個概念 還有一個概念 對的階段 究竟聽完我們這次的feedback之後 我不知道保瑪會不會對這個名號 有些不同的想法 或者安排Trim Level 盡量會有一部440 448 或者448 這類型的引擎 的出現 暫時來說 我們都不知道 不過我不管它叫什麼名字 純粹以外形 比起三系長了 50mm 那種低一點 長一點的設計來說 我覺得它在外形上 是無敵的 如果你喜歡車 你喜歡保瑪 你喜歡跑車 你喜歡它和三系有所分別 因為其實就是Coupe 或Converable M Coupe 當然全部都會比起三系 比較貴一點 你覺得自己買三系開篷 現在叫做四系 更加比三系更高一線 那可能你絕對不會介意四 這個字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Ragina 好啊我們2014 再見四系 拜拜 請留言 下則為何惡 上則為日星 與人 喂喂喂 你幹嘛享受背正氣歌 就要clickradio 我也知道他們很正氣 但也不用背正氣歌 不是啊 那節目寫著 天地有正氣 哎呀 此戲不同脾氣 你應該讀成 天地有正 每個星期四肥龍出文 為你介紹新戲 《環觀北美票房》 還會在電影大百科環節 討論古今中外 一些對人生有影響力的新舊電影 咦?更翌日看電影之前 就一定要聽到 天地有正氣 www.one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 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www.one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 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